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人做事是一门能力 更是一门学问 最难考虑人的格局和智慧 归纳起来无非三个点 能考试 少惹事 不怕事 前段时间 一封中科院博士论文质谢信刷屏了朋友圈 乐文的主人叫黄国平 出生在四川一个贫穷的山凹里 母亲在他十二岁那年离家出走 父亲整天完失踪 为了赚取学费 他不得不半夜抓黄扇 周末去钓鱼 还时常落水和被狗追 可就算这样 却还是被父亲偷偷卖掉 换来酒和肉 2017那年 他经历了人生的生离死边 父亲成后去世 与他相应为命的婆婆也离开了他 这世上仅剩的一点点微薄的爱也随之消失 他的身边再无亲人 装成一颗无依无靠的抚平 因为拖欠学费时 常被老师约谈 夏天光照 冬天搏穿 冻得瑟瑟发抖 穿过长长的走篮去讲台 领作业板 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早已受不住这截二连三的打击 可是黄国平就在命运的炫围中坚持了下来 最终在好心人资助下 他走出了大山 考上了中科院博士 虽聊聊千字 可一身颠沛坎坷的经历 和面对命运始终不去的态度 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作家余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年轻一半等里面 有很多优秀者 但很少有能扛得了事的人 我们见过很多人 遇到一点挫折就想放弃 害怕面对失败 不敢承担后果 一辈子都只能在生活的底层打转 和现实人生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 注定伴随坎坷与艰难 那些最后走出人生低潮 获得成功的人 无一例外都是扛住苦难 依旧努力生活 就像泰格尔说的 世界之路并没有铺满鲜花 每一步都有惊奇 但是你必须走过那条惊奇路 愉快 微笑 人生没有一帆丰盛 每个人都要学会和困难压力共处 所以遇到苦难的时候不妨想想 你的生活还能干糟吗 你的努力与其他人相差多远呢 你尽力了吗 人活着总需要一个目标去努力 你能扛得住多大的事 就能成就多大的事 生活再难 扛过去你就赢了 前几天有这样一则新闻 成都的萧女士和朋友 一起去火锅店吃饭时 林桌有位男子在抽烟 因为自己前段时间 体检肺有些问题 担心吸入二手烟 于是询问 林桌男子能否不要抽烟 刚开始 男子也配合熄灭了烟 可是快吃完的时候 又忍不住开始抽烟 萧女士无奈再去沟通 可是这一次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男子不以为然 甚至开始言语攻击 你消费了多少钱啊 我们吃饭抽个阴冠 你什么事啊 随后双方发生争吵 男子甚至将一杯 带有火锅油的液体 扑向萧女士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 无事生非 故意找你麻烦的人 很多人觉得 自己是镇里的一方 所以距离一针 想要为自己讨公道 这是人之常情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 遇上小人的时候 寸步不让 不仅没有结果 还有可能 损低一千 智商八百 乘一时一气之快 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 有时候也可能会让自己 付出沉重的代价 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小和尚未出花园 找到一根长长的竹竿 准备去打狗 师父询问他 你的伤口还疼吗 小和尚说 不疼了 这样不疼了 为什么还要去打狗 因为他咬我 我要给他的颜色 瞅瞅 师父接着说 你知道狮子为什么 从来不和狗打架吗 因为不是谁 都配做狮子的对手 打败一只狗 并不光荣 但被狗咬到一口 却很倒霉 其实世界上 最愚蠢的行为 就是和烂人烂志 不断捉传 不管是他人的错 还是自己的错 及时止损 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对人 千万不要沉一时之快 让小人有迹可撑 对己 时刻切记 谨言慎行 远离是非 才是明智之决 小惹事 看似放过别人 其实最后 放过的是自己 但说到底 一个人想要越过越好 还必须做到 没事不惹事 但是来事也不怕事 全段时间 毛小彤的一组大片 刷上了热搜 很多网友纷纷感叹 经过这么多苦日子 他终于熬了过来 三年前 毛小彤深夜 拍完戏回家 却撞见男友 光着上身 和自己闺蜜 共处一室 他马上分手 连夜搬领了 两个人的房子 这么多年 也没有说过 两人坏话 大方又善良 可是不是 所有的善良 都能带来好的结果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懂得感恩 三年后 不甘寂寞的男友 又跳出来卖惨 表示自己 是被恶意抹黑 控诉自己 招受网络暴力 面对突如其来的脏水 这一次苗小彤不再忍让 他直接爆出了 事后发来的电话录音 电话里 他的语气 始终冷静克制 逻辑思维清晰 逼得渣男 窥不成军 网友纷纷称赞 雷霆手段 菩萨心肠 说的就是他了吧 心善如汤 事后就可不提 这段录音原本 也只是保护自己的 可是遇上触及自己的底线 也就不必忍气吞声 直接一招制敌 真是又美又洒 但在我看来 他的果断坚决 不仅体现在不怕事 在遇到问题后 也从不退缩 又是勇敢地走下去 在《三十欧一》里 饰演的钟晓晴 让大家看到他 饱满的眼睛 参加武林大会 用一支拉丁舞 惊艳四座 命运暴力他苦痛 他却始终向阳而生 成为自己人生的女主 人生这趟旅程 我们总会遇上 这样那样的事 但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 人生在世 会遇到一些好事 还会遇上一些坏事 好事承担得起 坏事也承受得住 就这样 腾腾断断地 做过寻成人也不坏 有些事 怎样自己扛 而过生活的重重磨难 才能接受命运的馈赠 遇到烂人烂事 及时止损 才能命做保身 不学好自我 无论当下 今月如何 不退缩 不胆怯 坦然接受后 勇敢前行 如此才能历经 纷帆 理达梦想的彼岸 也愿你我 都能成为抗事 是要惹事 不怕事的人 活出自己自豪的人生 我自问自己是一个 遇到事情能 自我承担的人 就像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做任何的决定 我都会跟我父母说 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万一不好了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我会自己承担 我不会去责怪 是因为你当初没有阻止我 或是责怪说 你没有帮我做什么 因为我能自己做决定 我就应该为自己负责 而不是怪的任何人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 听过很多很多 比如说我的三姨 她当年不喜欢念书 所以想辍学 就不念了 到后来 她要找工作的时候 不太好找工作 就开始怪习我的外婆 就是你当年不让我念书 什么什么什么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 是当年她不想念书 然后再说 一些烂人烂事 值时值损的部分 其实我有一个 蛮深刻的经历的 只是 这样的经历 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到 我唯一能说的是 其实我们有蛮多人 遇到烂人烂事的时候 当下的第一反应 都是崩溃 这是很正常 人之常情 但在崩溃过后呢 在处理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去争取 跟努力之后 你发现 它就是一个烂人烂事 那就不要再坚持下去了 因为 越找止损 真的才能 名字保身 跟不会再消耗自己太多 像我遇到的一些事情 我并当时没有 并没有去及时止损 因为有些原因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去详细的处理它 可是就是在处理着 处理着处理 发现 跟烂人跟烂事 真的没有办法处理 好的 所以最后的决定 就是止损它 说真的 在没有去做止损的时候 每天都有一点担惊受怕 就是 虽然一样正常的生活 一样的工作 但是心里总是压着一些东西 但是做好这个决定 要去做的时候 其实就豁然开朗 虽然事情还没有完全能解决 但是至少对现在我来说 它就已经有一个结果 其实这个结果还没有到最后而已 所以我觉得 不是每个人都能花很快的时间 走出不好的事情 毕竟在你遇到的烂人跟烂事里面 你可能花费了很多心血 花费了很多时间 付出了很多感情 付出了很多代价 换来的这样的东西 可它就是烂人跟烂事 不要再坚持下去 真的 那至于少惹事跟不怕事 其实我是一个 很不喜欢惹事情的人 就是能不惹事就不惹事 可是有的时候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直接 然后讲话比较直 就别人就觉得 我好像在挑衅他 可是其实我没有 我只是 我是一个真的是 我是救世论事的人 我不是那种会 事情到个程度 就开始人身攻击之类的 我不是 我会先跟你讨论事情 可是我常常遇到 讨论事情的人 就是他非常喜欢人身攻击 我后来 对于这样的人 我有个评价是这样的 其实事实上 比如说我在跟你 讨论事情的时候 但是你一直都不就是认识 然后你就一直不停地攻击 我的结论就是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本事 甚至你根本就没有想法 或者对这样的事情 你完全就是为我独尊 很自私自利自负的想法 所以就是我说什么 你就要听什么 那跟这样没有脑子 没有文化的人 有什么好去沟通呢 就不要沟通啊 浪费自己的时间 对不对 当然以前我还是比较善良的 会去理力争 然后去跟他们沟通啊 但最后不一声骚啊 因为我讲了什么 就跟没讲一样 然后后面啊 被人家讲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哦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 像我说过这样的人哦 就是你跟他讨论事情 他人身攻击 那就不用跟他沟通了 因为我相信你的领导 跟你的这些同事们 这样的人应该比较少 因为多的话 怎么可以在工作的环境中 活下去呢 那还有关于不怕事哦 其实我也是一个 不怕事的人 为什么 因为真的我做得不好 我愿意承担错误 跟承认错误 我可以去改进他 但是污蔑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放过 以前都是 哎呀没关系啦 就当作吃个亏 退步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会担心做这个事情 有什么后果 现在是网络时代 哪怕你要打个官司 你在网上就可以找到 很多免费的律师 跟你去解答 你可能做这个事情呢 它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当你把所有的后果 前因后果 结果 可能会产生的不好影响 都分析清楚了 有什么可以怕的呢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这个超网络时代 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 你有很多难言之 你没有办法 跟身边的亲人朋友 说的时候 其实网络上 有很多网友们 他们其实可以 跟你分享 甚至像很多网上 你是可以匿名 发布这些你的疑问的 还是会有很多人 给你不同的意见 不管是酸米 有没有酸化之类 但是至少 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样的问题 很快也就能解决了 一个人关着 真的不能解决问题了 所以希望 你能成为那个 能抗事少惹事 不法事的人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那么明天就要我在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